这地狱不空 赤不为佛 就在这女武神的竞技场上 竟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大乱斗 就在刚刚 第六天王波寻闪电般的钻入世家的体内 妄想控制她的意志 就在这时世家六神力起初 一跃而起飞入空中 她想要借助六道之中的天道之力净化波寻 可她自己也非常清楚 这第六天王波寻不在五星之中超脱三界之外 而下一秒一个海螺出现在世家的手上 这正是当年第十天陷于她的右旋白罗 随着如同大海般的罗声响起 那汹涌的灵力直接将波寻逼了出来 可众人定睛一看倒吸一口凉气 这波寻竟容貌大变 此刻的她正是传说中的魔佛形态 原来从一开始所有的一切都在波寻的算计之中 而她所做一切都只为了钻入世家的体内 吸取她无上的佛力 这佛魔一体 他们的力量本来就是同根同源 她面带微笑 手指轻轻一挥 竟在空中撕出一道裂缝 一个来自地狱的魔兽显露出来 那令人窒息的压迫感乌于伦比 这正是被尘封在地狱深渊的最强魔物 敌风 此目一出 宙斯老头的脸色顿时大变 当年这敌风可是挑断了她的手筋脚筋 要不是最后她联合众神将其封印在地狱深渊 这神界早就不复存在 也直到此刻宙斯才明白 这世家的佛力深不见底 而在场上世家面对的压力 让人根本无法想象 不仅自己的佛力被偷取 对方竟然还召唤出如此强大的存在 即使是天上天下 唯我独尊的她也不得不正式起来 她将手中的六道棍高高举起 一阵香气飘散开来 随着神圣的佛光闪过 一个声音突然响起 这地狱不空 势不为佛 不错 这应邀而来的正是地藏王菩萨 见此一幕 场上观众的大脑早已经无法运转 这战军竟然如此瞬息万变 这双方又变成了势均力敌 眼看的这大战一触即发 可波寻却无比的自信 他似乎还蕴藏着什么阴谋 就在这时 众人发现世家的双眼镜变得通红 而他也发现 自己修行了千年的定力 竟也产生了一丝松动 原来波寻钻入他的体内 可不仅吸取了佛力 还留下了一颗魔种 而随着世家的佛力减弱 这魔种彻彻底的爆发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世家竟做出了 让人意想不到的决定 既然你想让我堕入心魔 那我就堕给你看 至少堕入哪一域 我自己说了算